第121集 这是什么机缘 比以前所谓的一夜梦到百年要强大很多 你傻呀 以前说一夜梦到百年都是夸张的说法 现在齐仙子这个状态才是真正的悟道有成 秦洛因的恢复缓解了大梦净土的紧张气氛 各族可是都来人了 堵在这里随时准备翻脸呢 现在他们反倒有些期待 当然也有一些人带着凝色 担心族中的年轻翘楚出问题 比如很早以前就回归的大岩战体紫霞道身等人 现在状态有些不对劲 都没敢将他们搬离神殿 一直让他们在休养 要知道他们回来是一个个都很特别 大岩战体坐那里不动 一动不动 坐沉思状 有人跟他说话 他曾说我是谁 我从哪来 我要到哪去 这层惊呆大梦净土的一些老怪物 认为他在开悟 彻底的进入了大道殿堂中 然而一年过去了 这位还在思考呢 我是谁 还没有回过神来 而紫霞道身则更是口吐轮回二字 然后就坐在那里陷入沉思中一动不动了 这两个字也曾震得一群老怪物吃惊 认为他很可能触摸到关于轮回的本质性东西 不敢打扰他 可是一年过去了 他还在琢磨轮回呢 身体都不带动的 事实真像是 他心中最后关头念念不忘吴轮回 恨不得拍死楚风 结果记忆被磨灭了 只记住无轮回的轮回二字 不过 随着秦洛因复苏 这些天才的族人认为 自己家族的弟子也能好转 最为关键的是 这种情况也发生过 比如数千年前 就有某位天才回归部分魂光 还有大部分魂光 被人压制百年 最终被那个世界强行排挤 又成功回归了 实力暴涨 所以 各位不要担心 没有苏醒的人 一定是获得了大机缘 还在魔力自身呢 此外 半复苏的人 也是有大造化的人 造仙富商 逃回部分灵魂光雨 而主体魂光 还在那个世界历练 有可能是受到一些挫折 但是对他们更加有好处 所谓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酷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恐乏其身 心不乱其所为 大梦净土的老玉说的口干舌枣 唾沫星子乱飞 安慰各族的老家伙们 有道理啊 这样说来 我族七零儿应该是有大造化 只是前期受挫了 一些人开口 面带微笑 顿时是淡定不少 嗯 我相信大梦净土 几位道友的话 大概六万年前 我佛族的第一佛子也曾遇上这种问题 前期回归部分魂光 最后主魂也回归 实力暴涨 如今已经映照朱天 成为一尊大佛 佛族的人开口很淡定 因为他们经历过这些 不过 这一次有些特殊 持续一年 还有人没有苏醒呢 所有人普遍回归较慢 这才导致一些人担忧 我想 应该是那个世界 与我们这个世界的时间流速 发生了改变 这才导致部分弟子回归较晚 到了最后 所有人都渐渐安心 毕竟历届都没有死人 都没有发生太多意外 应该不会出大问题 不久后 应酌仙苏醒 他跟秦洛因前后脚回来的 也就地闭关 现在出关了 亚先祖为他准备很多天才地宝 这一次 在大孟净土闭关调养后 他的实力暴涨 魂光凝敛 接近亚盛 人们彻底安心 都在期待自己族中弟子的表现 我族大炎战体回归部分魂光 其主魂还没有回来 在那个世界待这么久 你一定会收获巨大呀 我族的紫霞今生也是如此 这些老家伙由担忧到放松 再到满心期待 心态不断转变 事实上 这两人估计也就这样了 他们都曾经被楚风用魂中禁锢 真正灭掉主魂 之所以放他们各自一只脚丫子回来 完全是因为楚风冒坏甩 惦记他们的肉身 想回来后炼血药 造就自己的兄弟 期待出现大炎战体 紫霞道身等 现在大黑牛 已经成为无节牛魔神体 有成功的例子摆在这里 我族的神子 无论是部分魂光 还是主魂光 至今都没有回来呢 失足的一个老者笑得很开心 他眼神刺人 周身带着阴气 让人感觉发神 许多人都露出羡慕之色 就是佛族 道族 雅仙族 始魔族的人都不例外 觉得失足的神子太恐怖了 至今未回来 还没有一点动静呢 这意味着 他在那个世界 修炼的岁月足够长 实力肯定要暴涨 一群人都上前 恭喜纷纷祝贺 失足 为宇宙前十大种族之一 一向失力高深 可惜如果他们知道 失足的炎落被处风给灭了 永远不可能回归 估计就不会这样欣喜了 那得哭啊 哦 混沌中的残破宇宙来人 天神宫的使者罗世荣 也没有任何动静的 不愧为另一片宇宙的胶子啊 看来实力也要暴涨 另外有人感叹 觉得混沌天神宫的使者罗世荣 一旦回归 估计有可能突破到亚圣领域中 因为他虽然年轻 但原本就在准金身层次 认为他这次可能要开创历史 此刻秦洛音就在不远处 听到他们的谈话 他没有感觉 但是他腹中的小道士却在撇嘴 别做梦了 早让我爹灭了 小道士留下了记忆 他身上有一团奇怪的雾 来自轮回路尽头的洞中 能保他灵光不减 记忆不灭 不愧是混沌天神宫的弟子 就是强悍 不久后我们可能会见证奇迹 也许要成就亚圣啊 另一侧 道族佛族的来人都很平和 在喝茶 静等道子金灵 佛子侍洪的主魂归来 类似的 还有黄金天珠 白凤族的人 也都在西纪 他们期待 族中的天骄觉醒后 实力暴涨 超越其他天才 嗯 主魂不回归 其实 比之一直没有回归的人 不见得造化少 甚至 因为受尽磨难而成大器啊 不错不错 正是如此 一群人纷纷开口 恭喜佛族与道族 白凤族等 道族 佛族 白凤族等 来客 都很享受这种祝贺 他们都带着微笑 一应对 的确 只要主魂光 没有回归 一切都有可能 无尽的机缘与造化 可能还在后面呢 哼 傻貌 都让我爹灭了 还主魂光呢 如果不是怕惹出大麻烦 连脚丫子都逃不回来 小道士撇嘴 再次在娘胎中咕怒 一幅斜着眼睛 看世界的姿态 相当的自视 然而 其他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还在憧憬与期待呢 嗯 各位老兄弟们 还有一个人没有苏醒 不是我族内的子弟 也不简单呢 无轮回 一些人提及处风 这仅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 居然坚持这么久 传说还拥有人亡血统 顿时让各方都露出异色 嗯 看一看剩下的人 谁最后回归吧 道族一位老者微笑 他认为 金林道子能坚持到最后 毕竟有大杀气 金属性的天地奇珍物质 炼成一束破万法后 无坚不摧 无物不灭 大蒙净土中的神殿 传来一声钟响 这意味着有一人在今天回归 顿时引发不小的波澜 让许多人涌来 在殿外张望 谁醒了 一些老怪物急切地问道 无轮回 他所醒了 魂光太恐怖了 差点将他肉身都烧肘 不过他很有经验 瞬间就控制住 不愧为体内流淌着 人亡血液的天壮奇才啊 是无轮回醒了呀 还算不错 坚持到现在 失足的一位老者开口 一声黑衣阴气森森 毛子发出 意义光束 声音如红中 不算低调 旁边 历史有人恭维 还是失足的神子更强 到现在还未回归呢 我族神子的确天总不凡 又称为神奇的潜质 失足的老者微笑 再次点评无轮回 无轮回这个少年 也算是不错了 此刻 道族 佛族 白凤族的长老等 也都露出淡淡的笑意 他们认为 族中的最强者 主魂没有回来 意味着可以笑到最后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